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五种实用的生活技能小技巧 给大家做一次简单的分享 绳结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无论是生活工作 还是我们在户外施工的时候都可以用得到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户外常用的单边称人结的一种做法 单边称人结是一种非常好的绳结 对于绳头对接来讲 它非常的牢固而结实 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弊病 就是两个绳的一旦系解了之后很难解开 但是它的牢固性却是石头扭都拉不开 请看它的演示 首先我们把两侧绳的都是向同一个方向对折 对折完成之后两侧进行一个穿插 穿插以后大家看 我们穿插完成之后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红色绳的 向前方穿入进去 然后蓝色绳的再压住黄绳 再次向前方穿插 斗士通从一个绳眼中穿插出去 然后我们两侧拉伸收紧 大家看 先把红绳拉紧 然后我们再拽蓝色绳的 两侧收紧之后 绳结的受力宁舌不开 户外绳的不够长或者破骨断骨 需要对接的时候都可以采用这种办法 这就是一个简单使用安全牢务可靠的单边称人节的做法 消防队员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单可以救火 还是一个应急救援的时候一个必备的万能人 那么他们常用的一个称人节 也就是说他们在救援时绑在自己身上的一个称人节 或者是挂着卡锁上的一个称人节特别方便使用 首先给大家分享 它是由一个单节演变来的 这就是一个万能的单节 单节形成以后 我们把单绳向上方调整一下 做出我们所需要的长度 大家看 前方是我们所需要的长度 我们后方的短绳直接要过主绳 再次穿入上方声线 两侧做一个收紧 简单使用 方便牢固的称人节 安全又可靠 又被称之为万能的绳节之王 消防救援是一个必备的绳节 特别的使用 拉力值也是超强 第三种 大家来看 这是一个蜘蛛人下大绳 必备的技能 但是我刚才打的 这是一个错误的打法 大家为什么看见 当我们蜘蛛人下大绳的时候 我们的主绳在内侧 然后我们上上十杠 大家看 如果我们下降的时候 势必是松这条大绳 松这条大绳的时候 它就会摩擦十杠 摩擦十杠的同时 轴杠是松的方向 大家看 特别的危险 这样就是很容易掉下来 那么正确的打法 是如何去做的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小演示 首先我们把这个绳子拿下来 然后重新给大家打一下 大家看 我们正常做的情况下 是这样的 蜘蛛人下大绳 必备的一个技能 绳子从上方绕回来 从主绳的后方 绕一圈之后 再次压回U型铁环的内侧 也就是我们这个卡的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上上轴杠 把轴杠直接上上 大家看 再次我们上轴杠 大家看 再松的方向 它就是轴杠收紧的方向 这才是正确的方向 如果是松的话 那么在绳子与 轴杠之间的摩擦 就很容易发生危险 再让我们松阻绳的话 这个U型铁环就可以直接向下走了 松阻绳向下降 这是一个外强施工 蜘蛛人 外强刮大白 外强修补 或者是我们高空作业 下大绳 必备的一个技能 这是一个简单 必备的快速逃生节 当我们发生险情的时候 需要从高空下降时 这绳节非常的方便使用 大家看 首先我们把副绳向下做一个半扣 然后把它压在组绳之上 组绳从半扣当中 拉出一个绳兜 然后在此我们 副绳直接双折叠 插入组绳的绳子当中 然后我们直接把它收紧 整理一下 大家看 直接收紧组绳 然后把这个绳节往下拉一下 再收紧一下的副绳 大家看 这就是一个快速的安全实用的逃生节 平时又是一种活套级的打法 解开的时候 我们只需拉这个短绳 轻松把它解开 非常方便 是一个加固式的不临结的打法 适合我们各种应急逃生 或者是我们登山攀岩等 都非常实用 大家看 首先我们把绳子 在手上缠绕两圈之后 大家看 把副绳拿回来 然后从底部穿回来 它与单套的不 物林结的打法不同之处 就是我们在单套的基础上 做了一个加固式 大家看 单套这里是单胜圈 而这次我们做的是双胜圈 同样的方式 绕过底部的组绳 再次返回自己的身体当中 然后拉紧后方的组绳 我们直接双向收紧 整理 大家看 这就是一个简单安全又实用的 双套加固式不连结的打法 安全使用牢固 好了 今天的五种户外应用绳结技巧 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有一种是大家能够用得上的 特别使用 特别安全 双套加固式不连结的